白色西裝外套 搭配簡約T恤 韓星李俊浩 四號上午出席活動 化身白馬王子 露出燦爛笑容 狂鬆愛心 粉絲幾乎激爆整個新一區 就是為了一讀歐巴風采 還有粉絲帶著他的應援娃娃 以及各式應援小物 一早五點半就從新竹趕來 沒有看到啊 他一直被很多人遮住 他的演技都沒有黑歷史 你做了沒喜歡多久 待會去後 十年 十年 從大概Hands Up 那一張專輯的時候 對接天橋上 通通塞滿人 誇張景象 驗證李俊浩驚人魅力 原本預定三號下午 就要出席活動 卻遇到卡努颱風絞局 活動順延一天 卻還是吸引大票粉絲 這次睽違十一年 再度來到台灣 沒有好好逛完夜市 表示相當遺憾 但也意外 粉絲熱情捧場 因為近期戲劇 備受台灣人喜愛 熱播韓劇 歡迎來到王之國 在劇中飾演飯店本部長 成功擄獲不少少女的心 頻頻有代表作的李俊浩 也透露現在正在看劇本 要粉絲好好期待下一部劇 這回巨星登台 魅力從韓國 燒到台灣來 三日新聞 高官宣傳幫名 台北採訪 歡迎玉哲言 虧為四年 玉哲言終於來台灣了 現場粉絲都快暴動 這回他為了出席時尚活動來台 說最想吃芒果冰 可惜現在不是產季 朝思暮想的芒果冰吃不到沒關係 玉哲言這一趟快閃行程 一刻都沒浪費 最新在YouTube個人頻道上 PO出台灣三日遊的Vlog 全都在吃美食 下飛機第一站 先到西門町吃麵線 直接大啦啦 坐在門口抄到地 還有珍奶配鹹酥雞 酸辣粉也很愛 不時發出對食物讚嘆的聲音 讓粉絲直呼反插萌 玉哲言抓緊時間採點台灣美食 麻辣火鍋搭啤酒 再逛饒河夜市 還有品嘗活下料理 離開前也不忘再吃一碗牛肉麵 一連串的美食行程 樸實清明到在台北街頭 就能遇到 粉絲捕捉到野生的玉哲言 在信義區跑步的身影 一眼就認出男神精壯的身材 說快要被帥到昏倒 其實玉哲言來台期間 不只吃美食 也有運動管理 每一次來都會在台北街頭跑步 沒有明星架子 也再次圈粉武術 三十分郭元聰 關西日台報道 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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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